然后再问在睡眠状态下 行者是不是完全无法做观照 想你能做观照 师父要拜你为师 我也想学 睡眠状态下就是昏昧时 怎么做观照 只有你平常先做观照 睡眠也能起观照 那个起观照是睡眠在昏昧下时 他白天发的什么心 他居然在睡眠时 他居然会延续什么样状态 但不是你在那里刻意观照 那你不就是根本没睡吗 你怎么观照 他会延续 什么心什么样起什么梦 乱心起乱心的梦 你要是真诚心中 他就会起什么不是观照 有的时候我们去讲经上课 有一些道理文字很拗口 没有办法去体会 就每天在那边想 想一天行两天 有的时候了 不是常常这样的 后来我明白的是因为梦到的 是梦出来的 你相信吗 我就是会梦过一两次 就是会 那能不能起观照 睡眠之中是延续你白天的发心 但是你毕竟还是有昏昧的障碍 但是你要把昏昧的障碍 都能够承接到你白天的那种发心 那就算昏昧 可能它也变成一种住院 除非你将来真参道 不导丹 不导丹那个心中维系 就像广青老高上不导丹 不导丹不是坐着睡 坐着睡怎么叫不导呢 坐着睡 马戏团都可以练 那鸡皮你还厉害啊 它一只脚碎 这样子叫做修行臣服 那鸡应该早就臣服 不导丹是因为 他念念观察觉醒 到最后 那个昏昧 这么沉重的那种暗昧 他都知道觉得昏昧这谁 他眼前昏昧现前 心的绝明清清楚楚 从此不导 他也不会伤气 也不会觉得疲惫 他觉得疲惫也知道是谁 所以永远保持 要用道家的心理讲 永远保持心气 永远保持心丹 这个话还是出家人别乱说 你听有些是自然讲这个 我只是说不懂的就是这个 那个异心 那叫不导丹 广青老高上就这种不导丹 那是定境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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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